你有见过这样的丽家吗? 是的,徒步六七个小时,我见到了很多人见不到的丽家 全程20公里 当然这条徒步线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成 但是大部分人我相信都可以走完 因为大概有七八公里都是平路 还有橡皮大理鸟吊山这种交通非常不便的线路 当我们亲自走完了这一条线路之后 才发现这里的公共交通非常的方便 从起点到终点这里都可以打到车 距离丽江古城大概有18公里左右 现在很快就到玉湖村的出发点了 一会儿就开始徒步 玉湖村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一逛的 你看这边就是洛克的故居 很多人就是通过洛克的书了解到 丽江啊包括云南啊很多地方 这边呢就是起点了 然后有个路口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带空调外机的酒店 可以走了 你看这边的小黑猪 吃着鲜花野草 你吃起来也一定很香吧 相比鸟吊山这里的风光也更加的多样 这里的风景从高海拔的松林到高山草垫 再到让我们无比震撼的雪山脚下 当然还有最后的牛奶壶 这里的每一帧都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 接下来我们这一期就好好来盘一盘这个地方 首先呢全程我们都是靠了一个徒步平台上的地图走完的 完全没有倾向的 开始的地点是在御湖村 当然在这里你还可以参观一下洛克的故居 门票是25 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啊走啊走啊 走到了非常好看的龙女湖 龙女湖 现在我们开始过了这个龙女湖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个道路都很清晰 丽江这边的海拔还是有点高啊 如果下雨的话还是偏阴冷的 如果下雨天徒步这条路线一定要做好保暖 哎呀现在旁边已经出现了这种潺潺的小溪 看 全程都是有路的 不是没有路的还是难度 5颗星的话也就2.5颗星吧 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难 很多妹子们来也都会来这 现在经过一条小溪 这都是很完善的 你看这块还有个小桥 开始走这掌路 还是稍微缓一点 好多花啊 走完了林荫小路 前面突然变得开阔了 都是草店 哎呀 现在我们在中间的一个休息点 这边有各种小花呢 好多人 再一块坐一会儿还不错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湖 你看 这具有些泥巴地 反正说还是很好走的 这边是乌山沟 这是沙石路 后边的路就比较好走了 基本上就是有一段 一小段上坡好像 我们现在刚翻过这个乌山沟 然后就继续走了 这边的这块路还比较好走 旁边的蛋挞 旁边的下路再上一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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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场景 像不像在非洲大考人在打地的黑人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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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再留 下路 啊 来 啊 哦,这个水好凉啊 最后这个风景是越来越壮观 路也是越来越好走的 还是很壮观的 但是有挺多人的 现在呢就快结束今天的徒步旅程了 后边还有一个牛奶壶 还是不错的 回去的路很好走 这是回城马上就到牛奶壶了 现在是三点钟 然后呢已经快到牛奶壶这边了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也没有感觉特别累 以上啊什么的基本上都很累了 又开始了 就是这种小路 没有路用的事 都是草地 哎呀,先生,你再注意 基本上都是一片白色的贪图 应该是从石头上洗刷下去 这边就是牛奶壶了 看到这儿的绝对是铁粉了 那我就告诉你回去的路要怎么走 如果你是开车呢 把车停在玉湖村 那么就可以打车回到玉湖村的广场 如果你想回古城呢 这边也是可以在平台上叫车 然后回到古城 所以说这边的公共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交通上的问题 你就只管走吧 欣赏这里的雪山草垫 还有湖泊 现在马上就要到终点这儿了 终点这儿也是一大片的花 还是很好看的 前面就是今天的终点了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这边的海拔问题 我们大概是从2500米 然后后边一直徒步爬升到了3200左右 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高反的 可能有一些人会对海拔比较敏感的 可以去背罐这个氧气罐 其他的同时身体比较好的 我觉得应该是海拔不会太敏感的 这个天气有多给力呢 就是我们在徒步的过程中 早上呢出发的比较早 然后像这边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呢 它会早上的气温会比较高的 然后中午呢像海拔高一点的地方 它也会比较晒也很热的 但是在比较热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片云彩在遮着 然后呢我们早上的时候也是阳光明媚 像晚上啊傍晚啊这个时候也是阳光明媚啊 也是反正就是可以晒太阳还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今天整体今天简直太完美了